对你 戏誠 好久不见 感谢你对我慈善挽慧的支持 这条项链 这条项链 我把它拍下来 是因为我想把它送给一个 对於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人 静悉 静悉 上来 你怎么回事 抱歉 这条项链 我想把它送给你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 陪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我希望以后的时光 我能陪你一起走下去 这是谁啊这是 是黄元集团的人 刚才我看他就进来了 我听说呀 这是总裁的贴身秘书 但是说这秘书有什么情谊啊 这条项链 顾系长 别动 见你 西城 好久不见 刚刚你在所有人的面前拒绝了我 不愧到了这里 你还是连和我握手都不肯吧 我记得你不是这样没有礼貌的人 你走太久了 不记得了吧 不好意思 我就是 没关系 我知道你还在生气 别人不懂你 我懂 不要在我面前自以为是 从你当初不告儿别那天开始 我们就没有任何可能了 是吗 那为什么你现在还这么生气呢 是因为我讨厌有人在我面前 自我感动 如果以后没什么必要的话 那么就不要再见了 我就要他给我让我写你 都没有 都没有 我带你 我这就能带你 那就是我的 这条线链是我从妈妈抽屉里拿的 你是王子 给你带吧 我才不要呢 我不要演戏 为什么不要呢 大家一起演出 一起加油 一起做好朋友 不好吗 你看 你是王子 我是公主呢 和我们一起吧 我们都会是你永远的朋友 果然是你 我们曾经动态演出过一次 天天被老师叫小蜜 蜥蜥 好像是叫蜥蜥吧 原来你的大名叫 喝几汐 怎么了 谁动过我的办公室啊 这不挺正习的吗 东西的床像变了 还有 这是谁放着的 我去掉监口 是我 怎么回事 这 不好的预感 喝净了 就怎么回事 我去也给你 你到底怎么回事 这也不过 儿子 这算是什么 你怎么回事 你不会给你 讨厌 我 已经跟住了 你怎么在这儿 怎么 顾总不欢迎我 什么意思啊 我今天入职 特别来向你报到 行不正今天说来几个新的高拐 你是其中一个 对 我负责新产品的研发小组 是花园HR们请猎头公司 花了很大的精力 把我从国外请回来的 怎么 顾总不希望看见我 南宫小姐多虑了 花园对有真才实学的人求仙若可 既然南宫小姐已是行政花了 大力气挖过来的 当然是对花园又做出贡献的真实实力 谢谢师傅 谢谢师傅 他来了 我来了 怎么才下班就没人了 总裁也会加班吗 可惜奶奶送的晚餐喽 我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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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才半天没看见我 不记得我叫什么名字了 我才没有忘记呢 顾兴成 今天怎么来公司了 是有什么事情找我帮忙吗 才没有呢 奶奶让我来送汤 汤 什么汤 不会是乌鸡汤吧 还加了冬虫下草 饿椒的超级补汤 骗你的了 就是梅姨做了一桌普通的饭菜 怕你太忙 没时间吃晚饭 所以特地让我给你拿过来的 你陪我一起吃 我倒是想陪你吃 但是最近我在减肥 好吧 好吧 那我自己吃吧 我早就想尝尝 梅姨烧的乳鸽汤了 听说特别好吃 行了 一起吧 怎么了 怎么了 我只带了一个勺子 我的勺子 没关系 你的就你的吧 我们一起用 西城 你怎么还没下班 我刚进花言 想用最少的时间 最多地了解公司 也是为后续的产品研发 做最万全的准备 这位是慈善晚宴的发起人吧 他怎么会在这儿 原来西城还没有向你介绍过我 我跟西城可是很熟悉的 老朋友 他今天刚入花言 我还没来得及 沐总 我还有非常重要的 言分问题想要请教 好 等你吃完饭后 我可以再过来吗 来 顾总 我 吃不下了 您慢慢享用吧 来 兮兮 兮兮 你可回来了 奶奶 您怎么还没休息啊 让这个小子给气到了 还能睡得着啊 你看看吧 怎么了 我看看 你看 从事就有 从事就有 明知 你说这小子 他突然招个女生进公司 也不和你商量一下 还让那个新闻乱写 奶奶 这些都是小道消息 我都不在意的 你不在意 奶奶在意 这个南宫琉璃啊 她是来者不善 冲着西城来的 西西 你是西城身边的女人 你不能纵容她们 在公司里面 天天眉来眼去的 俗话说 进水楼台先得月 你现在不能只是在家里待着了 你去花园上班 我 就是你 明天啊 我就安排人 把你呢 放在西城的旁边 你给我看着西城 绝不能让他人 钻了你们感情的空子 就这么定了 怎么突然想到 找我出来喝酒啊 以前我们在国外 不是经常一块儿喝酒吗 子茂 回国就不适应了 对了 我看西城 跟那位贺锦西小姐 好像关系不太一般啊 西城之前 从来没有过特助或者秘书 她和她 到底是什么关系啊 其实贺锦西 就是顾西城的未婚妻 只不过消息还没有公开 所以大家都不知道啊 但还没结婚 之前在国外的时候 奶奶就一直催习成长女朋友 没想到 最要进了顾家的是她 是吗 难过 未婚期 但还没结婚 所以我还有机会 你果然还是 不愿意放弃顾锡城 怎么可能放弃呢 好 不愿 我看你跟那位贺小姐 好像关系也挺熟络的 你们是朋友 对 我们是朋友 那你们认识时间也不久 这么快就能成为朋友 你们真的很投缘啊 好 顾总 这是我在网上学的新配方 尝尝看 好 好 怎么样 味道不错 顾总 正好贺小姐也在 顾总 我有件事想和你商量 我听说贺小姐业余时间 也在做美妆博主 还跟花言勇合作 成绩还十分不错 我 您过家了 你给顾总当助理 实在是取材了 正好我研发部缺人手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过来帮帮我 研发部 那不是花言最核心的部门吗 她在这方面没有任何经验 我看还是算了吧 突然想把我调走 到底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不过如果我过去她身边 反而能更清楚地知道她的目的 也能更好地反击她 我想去 南宫那里是非常重要的部门 你没有任何工作经验 没有你想那么简单 我虽然没有什么经验 但如果 能跟这南宫总监一起学习 我想应该能学到不少 那HR那边 HR那边我亲自写丢寒过去 西城 你有工作需要跟贺小姐交集的吗 工作倒是没有 就是乐趣少了许多 我随时可以过去 我随时可以过去 那太好了 我现在就带你办手续 好 好 就 就这么做了 这 这 这 是 走 进 南宫总监 我的设计草图做好了 麻烦您能不能帮我看一下 提点意见 这么快啊 市场要求已经交给生产部了 按您的要求四点钱已经交了 行 我看看 很好 我很喜欢 这是我第一次做设计 其实还有很多不懂的地方 没关系 已经很好了 只是需要再微调一下 这样吧 你留下来 我跟你一起修改 这样明天就可以上会了 南宫在工作中还挺认真 但是不能掉以轻心 好 谢谢南宫总监 好 坐吧 什么呢 怎么这样 agram 你看 好像 salvation 像小黄 我们 43% 那我们有了 蜜费用的 蜜费一国 一 ans 像ан 新晋研发小组果然厉害 四套设计都很漂亮 谢谢 尤其是这套猫眼灵珠的设计 更是突破 除了成熟的技法 还融合了很多中国风的元素 和我们公司新系列产品 非常契合 这些设计都是你的灵感 是的 顾总 这四套设计都是我的灵感创意 我带着整个研发部 熬了好几个通宵 才做出这么优秀的作品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南宫总监 来 你为什么不在会上提出 猫眼灵珠是我的设计 锦西 你觉得我是故意不说的吗 我的意思是 这个灵感本来就是我提出的 你要这么想 就太让我难过了 这里面每套方案 都有我们研发部每一个人的心血 如果我单独提你 你让别人怎么想啊 而且 这套方案不仅仅是你的想法 也有我的付出 对吗 我知道你对这方面有很大的兴趣 所以让你试试 现在作品得到了西城的认可 这才是最重要的 不是吗 谁付出就应该有谁的名字 我想所有人都一样 想要一个公平 锦西 你可能没有在这么大的团队里工作过 不是随便调个色做做美工 修改几个字就叫工作的 还是说 你觉得你是总裁特助 或者你和总裁关系亲近 我就应该多照顾你一些 我什么时候和他亲近了 顾总 顾总 别误会 顾总 别误会 锦西在和我说工作上的事 如果是你们研发部的事 就回你们自己办公区 如果不是 我不太希望有员工在公司里面谈私事 我不是在说个人私事 我只是想证明灵柱设计是 好了 我还有电话会议要开 回你们自己部门 看到了 设计是谁做得重要吗 总裁是不会关心的 南宫总监 我下号可以请个假吗 请假 甘腾假 母亲 还好吗 我没事 这难受的话 就别忍着 我带了纸巾 我真没事 每个人都会有难受的时候 这很正常 不过 你难过 不 是因为顾西成吗 算了 我不问了 我也不知道 到底是因为不公平 还是因为他 不公平 就 这件事情我能自己处理 这样吧 我带你去个好玩的地方 好玩的地方 进 顾总 我这里有份文件 需要你签一下 下班时间早就过了 化验不提倡加班 早点回去 其实我是有件事情想拜托你 说 我发现了一家非常有个性的餐厅 关于细节上的填充 它给了我很多灵感 所以我定好了位子 想请你跟我一起去实地感受一下 你一定能明白我想表达的东西 我现在习惯回家吃饭 可是 是 为什么不接电话 我刚刚在忙没有听到 说实话 我不知道你是什么意思 我说的就是实话 需要我帮你解释一下吗 贺锦西 你再拿我去接你 我也有自己的个人私事 抱歉 顾总 你管不着 喂 喂 贺小姐怎么了 她没事吧 你刚才说的那家餐厅在哪儿 离公司有点距离 我回办公室拿包 一会儿见 没事吧 懒得厉害 真是昏君 真是昏君 你笑着吗 你笑着吗 没事啊 别生气了 走 请吃饭 说好我请你的 走 嗯 难公 难公 你跟贺小姐在一起吗 她还好吗 我听说她心情不好 你跟她出去了 她没事 你放心吧 但愿吧 薄雅 你要知道女孩子心情不好的时候 吃点好吃的就好了 你要不要带贺小姐去吃点好吃的 我也是这么想的 正好 我们打算去吃晚餐 你有什么好的地方推荐吗 你问我可就问对了 我知道一家餐厅 气氛和菜品都是一流的 递着我发你 吃啥呀 选餐厅也太难了 正好 朋友推荐了一家 看起来还不错的餐厅 想不想去试试 可以啊 安全带 谢谢 帮我铺一下餐厅吧 帮我铺一下餐厅吧 好 那先这样 谢谢西程 好 你听我说 你把门打开我有话跟你说 贺景夕 有什么事情我们可以商量 你先把门打开让我进去啊 你至少把睡衣给我吧 好 奶奶 这不是你想的那样的 奶奶 真不是你想的那样 好 以上呢就是我对这些方案的细节补充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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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今天开始 为了提高研发部的员工创造积极性 我会增设创业平和机制 分别明确分工 确保每一个员工的权益 得到应有的保障 好 从这一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景夕 南工总监带领团队友方 在这么短的时间内 做出这么大的成绩 实属难得 顾总过假了 我们会继续努力的 你今天怎么了 你之前开会 可从来不会偏袒任何人 世光公司 做了就是做了 没做就是没做 我没有理由在这个时候 再让他不痛快 是因为公司吗 你就是想为贺小姐出气吧 怎么 准备认错了 怎么可能 反应这么大 心里一定有鬼吧 那个朋友 该跟老板娘道歉了吧 需不需要 我帮帮忙啊 从这次的方案成果来看 据我所知 核心创意来源于 贺锦细 贺锦细 西城 你到底想干什么 难道 civil laughter 禁 有什么事 直接说 西城 你知道 我一直没有忘记我们过去的时光 这里是公司 我不想谈论工作以外的事情 如果你来找我是为了私事 那么请你出去把门带上来 什么意思 我觉得我应该辞职了 身为研发部总监 在工作会议上被指出重大失误 我没有脸再继续带领团队 更没有资格再站在你的面前 我觉得 我理应辞职 你说的是真的吗 南宫总监真的打印了辞职信啊 为什么呀 该不会真的是因为那个贺锦细吧 就是因为她 开会的时候顾总居然说设计 全部都是贺锦细做的 那总监的脸面怎么挂得住啊 再说了 以咱们总监的工作级别 被逼到这份上 真的是委屈死了 但那个设计不会真的是 贺锦细做的吧 有区别吗 他也是咱们研发组的一员呢 总监署名有错吗 也就那个人 平时和顾总关系好 想把总监给弃走 那你说 他不会真的和顾总 有什么特殊关系吧 真是没完没了 谁和他关系好 谁又凭他关系欺负别人了 明明是南宫侵占了我的工作成果 反而怪救我来了 我并没有否定你的工作能力 只是给你指出了正确的工作方法 作为领导 你不应该把团员的辛苦抹掉 一个团队的成功 领导的能力和认知 是非常重要的 顾总说得对 所以我非常愧疚 请你允许我辞职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我已经改到第二遍了 我还是说不太对了 你帮我看看吧 行 老大那边有情况 不过 肃来想要 好 可以 夕成 你就这么迫不及待 想让我离开吗 是你自己提的辞职报告 我没有逼你 南宫 你知道你今天做的 最错的一件事是什么吗 作为员工 你可以对你的上司不满 但绝对不能用逼宫的手段 来逼迫你的老板 这个世界上 没有任何人是不可代替的 你也赢 您刚刚这句话的意思是在暗示 我已经被人替代了什么 被贺锦西 我说过了 我知道是我错了 当年我不该离开 不该不告而别 不该选择放弃 不然现在陪在你身边的人 依然是我 不会还有什么贺锦西了 够了 这里是我的办公室 我不想和你讨论这样的话题 如果你不走 我走 西城 怎么了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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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用管我 我会走的 我会消失的 我会消失的 就当我死了 就当我死了 来 这是什么 没什么 只是一些营养品 营养药 这是精神类的厨房用药 你怎么会是这个 我 其实这些年 我状态一直不太好 吃不下也睡不后 医生说 说我已经中度抑郁了 抑郁症 来 起来 西城 不要这样 我 完了 完了 这个老板娘要是来了 你不去要万大了吗 不行 不行 打电话 老板娘等一下 我刚才看错了 老板不在里面 老板在 那边 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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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要万大了 有口红吗 有口红吗 花园不是最大的化妆品公司 你是副族 怎么连口红都没有 口红 要多少 有多少 老板娘 什么色号 丽养红纯号 我 顾兮红 细细 这幸福 一边一边跟着海 海风水来 雨层雨层好像浪花转开 好险我就要对你告白 也许是意外 也许是天气在搞怪 为什么每次遇见你 是 今晚可是超级月亮啊 你不约男朋友一块去看啊 红月很神奇的哦 神奇 据说月亮呢 越靠近地球 磁力就越大 磁力呢又影响人 说定了 今晚你男朋友看到你貌美如花 就对你死情塌地了呢 什么死情塌地 明明就是会让人情绪不稳 吵个不停 这个故事成 你怎么现在才给我打电话啊 你怎么样了 和司徒什么情况 谢谢 您快点来救 救我 你又 发个定位给我 我现在马上过来 我现在马上过来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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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陆安安 去哪儿了 去哪儿了呀 该不会真喝醉到哪儿了吧 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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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同 您摸她的电话正在通话中 请稍后再播 顾绮长 你搞什么啊 我要向你道歉 对不起 这段时间 我忽略了你的感受 因为南宫的到来 我把你当成了和他一样 有丰富工作经验的人 我忘了 你其实一直在做代言主播 对于职场上的关系处理 并不是很擅长 我不应该指责你 你需要时间去学习 而我 是最应该给你时间的人 我也忽略了 我们在一起的时光 虽然我们因为合约而相遇 但无论在顾家 还是在公司 你都帮我渡过了很多难关 对不起 你可以 原谅我吗 惹我那么生气 几盏星星灯 一束花 就想让我原谅你 我不 那这样呢 这些气球 都是给你捡的 只要你把它们剪断 放飞 你的不开心 不快乐 生气 愤怒 都会被他们统统带走 很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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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只有你的声音 你就是我的梦 怎么样 你的不开心飞走了吗 只差一句你也没 没有 我还生气呢 那就继续 你一直喽喽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终一朵花 跟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心动的代价 对不起 贺锦馨 这是白色月光设计材料的资料 你下午去一趟郊区的材料工厂 和他们对一下用料数据 我去对用料数据啊 怎么 有什么问题吗 你身为研发部的一员 让你去做你该做的事 有什么不满意的吗 怎么还没到啊 这是回程的路吗 您说完勿奏 我不会伤害您的 等约定的时间到了 我就立马送你回去 这是要开去哪儿啊 路停车 路停车 危险 危险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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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跑 你要干什么 我也是拿钱办事 我很快就会送你回去 救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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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细细出事了 快去找顾锡城 我们去绣打 好 起开 你现在不能进去 有什么 起开 别逼我揍你啊 老板娘出事了 你负得了责任吗 西西出事了 老大 出事了 老板娘出事了 老板娘给安安打电话 说被一个陌生司机 带到了远郊 然后他跑了出来 然后反正很危险 你赶紧去啊 西长 西长你别去 西长 难过 又是你安排的吗 是我 都是我 全部都是我 西西接点花样 快接点花样 快接点花样 爸 西西 是我 西长 西长 你在哪儿 安不安全 快把定位发给我 我马上去接你 西长 我好害怕 我不知道我在哪儿 西长 西西你别怕 定位我收到 我两分之处会到 你赶快找个地方躲起来 别让他看见你知道吗 西西 我会来的 我一定会来的 原来你在这儿 西西 喂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西西 你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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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把我打了 你去匿码 你去匿码 你去匿区 你去匿匿匿匹区 出来啊 出来啊 我看到你了 你在哪儿呢 原来 你在这儿啊 在哪儿呢 在哪儿呢 上前一步 我让你下半辈子 师祖老犯 师祖 站住 我 你 成人了吧 我就是还会忍不住牵挂 别告诉他 可眼神难说谎 时间能回答 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眠 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 没说什么情话 中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明明要出发 却又发 你没事吧 我说过 我回来的 我一定回来的 你是我的梦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穿袭 只有你的身影 顾西城 你睡了吗 还没呢 怎么了 我 我有点睡不着 我 还在想今天发生的事情吗 回想起 今天发生的事情 举不点害怕 没事 没事 我陪着你 睡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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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晚安 睡吧 行吧 谢谢你在 来呀 你没事吧 哥哥 小笨蛋 西成你回来了 你为什么要把那个盒子 你别误会 我不是故意要动你东西的 我是在找打火机 看到了这个盒子 我以为里面有 出去 西成 我让你出去 顾西成 顾西成 西成 你怎么了 发生什么事情你可以告诉我 我可以帮你的 我 我不需要别人吧 可我不是别人啊 这些照片 就是你偶述痞的原因 是吗 照片里的那个男孩 是你的哥哥 对吗 这和你没关系 把东西放回去 顾西成 你不要 你不要再退回去了 你不要再退回去了 既然我已经看到了 为什么不能告诉我呢 我们不是说好要彼此照顾的吗 我可以帮你的呀 我不需要 这些事情已经刚才我背上挣扎二十年了 我宁愿每天受尽他们的煎熬 我不希望任何人跑过来跟我说 你把伤口揭开吧 我可以替你承担 我不需要 我自己可以 完全不需要别人扶我 别给我说 如果你真的可以一个人承担 那家里这些东西都不会出现 顾西成 顾数匹已经成为你生里的巨大负担 你再背下去你会垮掉的 那就让他垮掉死了就好了 西成 西成 你不是想知道他的事吗 好 我告诉你 他是我哥 是整个顾家上上下下都捧在掌心 最聪明 最疼爱的大儿子 顾南征 本来他才是顾家的一切 花言集团唯一的其成人 是我 是我在他七岁那年害他遭遇意外车祸 是我 我眼睁正在看着他在医院躺了七天 整整七天最后 整整七天最后 是我毁了顾家的印记 是我害得妈妈一遇正暴发 妈妈只能被他远走 爹 是我害奶奶 并同缠身一个人把我拉扯长大 是我害死了我哥 是我毁了顾家的一切 是 这答案满意了吧 满意了吧 喂 顾西成 我现在不去找你算账 是我对你最后的宽容 什么意思 你说什么意思 这么恶劣的天气 为什么西西一个人在外边 你不过连台风天在海边有多危险 这种常识都不知道吧 我告诉你 如果西西有个散场良谱 我不会放过你的 什么 你们俩到底怎么了 他为什么会情绪低落 一个人来海边 喂 顾西成 你好 你所拨打的电话以外 都会有 在哪里 在哪里 西成 以后无论发生什么事情 我们 都要给彼此说话的时间 给彼此解释的机会 不要吵架 不要转身就走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别告诉他和眼神来说谎 时间能回答我的愿望吗 也许失灭是心动的代价 你知道呀 我确实不会说什么情话 中一朵花 等它慢慢发芽 拼命要出发 却又放不下 背叛自己 是心动的代价 You are my dream 也懂我的心 人海中唇息 只有你的声音 You are my dream 走到这里 只差一句一叶便宜 对不起 刚才在家里面 我不应该跟你发笔记 我也不好 不应该随便发你的东西 更不应该 试图解开你的伤疤 你说得对 对不起 这件事情已经发生二十年了 我也把它扛在肩上 扛了整整二十年 如果我不把它 抛开放下的话 总有一天我会被压垮的 在没遇到你之前 我不知道我是怎么生活的 家里的那些药 都是我撑不下去的证明 我永远放不下我心里面的结 我没有办法面对哥哥 因为我而离世 我更没有办法原谅我自己 正跟顾家因为我而毁掉 不是的 没有人责怪你 没有人要你抗责任 那是个意外 六岁的你 也控制不了那个意外啊 可是哥哥他真的走了 从子家里面 只是叫我一个人 什么都是我一个人 一双筷子 一个杯子 一件衣服 一双鞋 一个我 一双鞋 一双鞋 你还有奶奶 你还有我 雪雪 你会永远在我身边吗 永远 都不会离开我吗 我们之间有太多阻碍了 我们 雪雪 我不在乎我们之间有多少阻碍 不管是南宫流离还是富泊洋 还是我们的过去 我的偶数品 都不是我们之间的问题 雪雪 我喜欢你 比你想象中的 比我预料当中的还要更喜欢 我只希望你留在我身边就好了 我 我不在乎 那么 Тут 不在乎 则 你 姐姐 顾心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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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承认 我来花言的目的 并不是为了真正的工作 我就是为你而来的 我愿意用我的一切能力 为你付出 帮你把花言做大做强 但是你为什么要推开我呢西城 我们没有可能的 为什么 当年 你已经做好了选择 我知道 你跟奶奶要了一笔钱 你竟然知道 从你走的那天我就知道了 南宫 我原先和大家一样 对社团唯一的女生特别地关照 但是我没想到 你会做出这样的事情来 西城 当年我 如果当年在大学天文社里面 我对你只是朋友 那么从你跟奶奶要了钱开始 我们连朋友都做不成了 你不要误会 我 我并不是贪图奶奶的钱 当年我 其实也没什么好奇事的 利用自己身边的资源 让自己过得更好 很多人都会这么选的 这并没有错 只不过既然自己选择了 自己就要承担后果 今天的你 今天公司的选择 就是你的后果 今天的你 我现在跟我疯了 自己是否都有了 你感觉的 没有安全 看日本人的才能看很联系 你摸不承担你 我现在把你摸不承担你 能够 干 干杯 你今天怎么了 状态不对啊 我就是心里不舒服 就是觉得很不安宁 甜蜜过后开始纠结了对吧 我就知道 等贺锦西回来你要怎么办 你是要去跟顾锡城谈牌 还是跟贺锦西谈怕 你那个姐姐可不是好惹的角色 你不想见阿姨了 你别再说了 难道我不知道这些吗 但我真的控制不住我自己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真的喜欢上她了 服务员 再来杯酒 那边有两位小姐 我想请她们喝稍微高浓度一点的酒 她们的消费 我来买单 好了 去吧 我觉得吧 你那个不省油的姐姐 千算万算都没有想到 你们两个真的会在一起 但是感情这个东西呢 也控制不住自己 对吧 嗯 我是真的控制不住自己 我是真的很喜欢她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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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您真是没人 您你 主持人 牛 希希 喝醉了之后呢 睡一觉 明天就把不开心的全忘了 不歇成 你不要再招惹我了 你好 小姐 您的朋友在后面等您 我的 对 谁啊 希希 你乖乖的 我去就回啊 马上就接你回家啊 拜拜 别喝了啊 嗯 希希 希希 你还好吗 你谁啊 我不认识你啊 希希 你喝多了 好 我扶你起来吧 来 来 不要 不要碰我 不 不要碰我啊 希希 对不起 对不起 你 你放开我 小小姐 走 走 走 九小姐 看你 小小姐 三小姐 这牌人的名男性是谁啊 你一直走开啦 九小姐 不是 我没有 我没有 别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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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没有 现在是什么状态啊 别拍了 别拍了 希希 别拍了 别拍了 是真的吗 我们是别流杂志的 我没有 不是的 不是的 你是否说了啊 何小姐 我说了啊 你说上去吧 赫小姐 说上去吧 赫小姐 谢谢 走 这人是谁呀 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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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发一下啊 赫小姐 别发了 别发了 不要发了 赫小姐 别发了 赫小姐 别发了 赫小姐 赫小姐 收上去吗 赫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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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小娘的 小娘的 这帮我给你 这帮我给你 这里交给你了 各位 四位 我还有一件私事要处理 咱们晚上见 好的 姑娘 好 父妹 你在说什么 这一切都是你做的 为什么 为了 南宫 南宫 琉璃 南宫 琉璃 南宫 琉璃 她是我 深爱的人 来 走 来 走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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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喽 大喽 中文罗 你坚持一下 你别睡 别怕 我先跟你交救护车 好 你好 有人疼我 我在五条街上 走走走走走 你别睡 坚持一下 你给我说说话 你叫什么名字 在国外的那几年 是我人生中 最艰难的日子 我自己都要放弃自己了 直到南宫出现的那一刻起 我灰暗的人生中 终于出现了一束光 我爱上了他 虽然我知道 在他内心深处 同样铭刻着一个重要的人 他没关系 只要能陪在他身边 对我来说 就已经足够了 我明白了 我希望他开心 希望他能得到幸福 哪怕到最后 陪在他身边的人不是我 都没关系 我的命是他的 要我怎么偿还 都不过分 是 当他知道顾锡城有女朋友之后 十分痛苦 我看他痛苦的样子 我的内心 像针扎一样 像刀挂一样 我 我比他还要难受 所以 我决定 破坏顾锡城 和他女朋友之间的感情 你还是我小时候认识的那个傅伯雅吗 对不起 让你失望了 所以 我处心积虑地 想要接近顾锡城的女朋友 甚至开着车在你家附近徘徊 就是为了想办法 和顾锡城的女朋友尽力联系 对不起 希希 希希 我们再聊一下吧 放开 我和你没有话好说 放开 希希 你不要忘记了 你还有一个重大的秘密 放开 郭伯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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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管你是谁 我不管你做的什么 只要你再产生歇性 我见你一次 打你一次 郭伯雅 我求你不要 不要 这笔账咱们没完 我会给你慢慢算的 南宫小姐 你男朋友托我们交给你一封信 不要 不要 好 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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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不是等车 顾总来了 顾总 顾总来了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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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件事情您怎么看 顾总 您和和谨西的关系是真的吗 顾总 顾总 西西 你怎么也在这儿 网上的直播都出来了 在这儿点顾总 顾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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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早啊 请大家保持镇定 你们想知道的答案 我会一一告诉你们 关于我未婚妻出轨的绯闻 是假的 他和照片中的傅先生 只不过是普通朋友 我和我的未婚妻 感情一直非常稳定 作为花燕集团的总裁 我可以在这里跟你们承诺 这样捏造的新闻 是不会影响我们新产品的上市 更不会影响集团股票的波动 这轻飘飘的几句话 让大家怎么信你啊 你有证据吗 说一下 说一下 能详细说明一下吗 另外来要捏造 这怎么回事啊 对啊 您有什么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顾总凭什么说 我和希希之间的感情 是捏造的 你能详细说说吗 具体说一下吧 照片中的另外一方是我 你们想要了解事情的真相 难道不应该采访我吗 那你说一下呀 说一下 说的吗 说的吗 您说说吧 说说的吧 怎么回事啊 这两个回事啊 对啊 你跟我们说两句吧 就像大家所想的那样 我和顾总的未婚妻之间 就是你们想象的那种关系 贺锦西小姐喜欢的人是我 绝对不是花盐集团的总裁 顾西成先生 我不要压你 在这儿待着 交给我就好 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我还要说 贺锦西利用花盐集团总裁 还未婚妻的身份 抢走了属于花盐集团研发部 南宫琉璃小姐的一切 他所有的设计 所有的一切 全部都是抄袭的 都是假的 请问你有什么证实吗 怎么会有这样的事啊 您是说什么证实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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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完了吗 走吧 这是事发当天 我未婚妻 在酒吧的监控视频画面 画面里非常清晰地显示了 她和她的闺蜜 在点酒的时候 有人偷换了她们的酒 在她喝醉之后 调走了她的闺蜜 在她并不清醒的情况下 设计偷拍了 她和这位傅先生 还有 这是几周前 南宫琉璃和私家车司机 见面的话面 南宫琉璃因为个人恩怨 设计 把我的未婚妻骗到郊区 差一点 让她出现的生命危险 我拿到这些证据的时候 从来没有想过把它公开 但是我的容忍和退让 并不表示 你可以步步紧逼 伤害我爱的人 傅布洋 你和南宫琉璃 已经触及到我的底线 从现在开始 她不再是花言集团的人 这些证据 我会交给我的律师 该你们负的责 我会让你们 一一负责到底 我会让你们 放信 这 这是真的吗 你有什么想要说的吗 你刚才还在台上指责故纵呢 对 您解释一下 您有什么证据吗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你刚才还能不能上面说 回应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傅先生 解释一下吧 解释一下吧 说一下吧 说一下吧 假的 对你 这都是假的 对你 您发现了 这个 来呀 先生 来呀 先生 冷静一下 您好啊 您说一下 这么多 您有什么证据可以说明吗 简释一下吧 我 是的 您说一下 不能去诤认输 我不能去诤认输 是 能够还在等我到好休息吗 您说 您怎么会来呀 先生 您舍息说一下 是啊 先生 您看见了 您说一下吧 您说一下 爷 您说一下 详细说一下呀 是啊 先生 是什么啥呢 你以为这样就结束了 我告诉你 不可能 我告诉你 顾西城 你给我听好了 你所深爱的未婚妻 她其实根本就不是 不呀 这是谁啊 这是谁啊 不呀 这是谁啊 这是哪位啊 这是谁啊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不呀 请问您是哪位啊 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有什么要说的吗 您跟我们说两句吧 是谁啊 那我们说一下吧 你说两句 我们不要再继续下去了 都是我做的 是我的错 让我一个人承担 南国少姐 您当你做了什么呀 你都说什么呀 你说一下吧 不是她 你做了什么 不是她 你做了什么 不是这样的 那仔细说明一下吧 不是她 不是她 不是这样的 是我做的 你说一下 不是她 是我做的 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和她无关 不是她 是什么呀 是什么呀 是什么是说什么呀 设计线害顾总的未婚妻 差点害她 差危险 以及刚刚 我所说的那些 所有的一切 都是我做的 都是我做的 和她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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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么事情是您做的 南国小姐 你以前都不知道 南国小姐 你从来都没有参与过吗 南国小姐 别说了 南国小姐 你什么都不知道吗 不要为难她 不是 不要为难她 不是的 你们不要为难她 姑娘 小姐 真的不知情吗 我现在就去负责 你想要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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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达 出来 我不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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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快 fatigue 好 现在